70岁的老爷子在公园摆残局 没料到被一个7岁男孩破了局 对方甚至只用了短短四步 一旁的妈妈有些惊讶 毕竟这是孩子第一次下棋 老爷子脸色大变 直接拿出藏了几十年的杀手锏 但还是难以扭转既定的败局 于是便耍起了无赖 明眼人都知道男孩并没有输 但善良的男孩还是给老爷子留了个情面 不过这一幕 还是被其他人看到 乔西的妈妈也看出儿子是个象棋天才 可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给乔富的时候 乔富显然不相信儿子有这样的天赋 为了一探乔西的实力 她翻箱倒柜拿出了鸭箱底的国际象棋 然后邀请儿子来一场父子局 可乔西并不想争这个输赢 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乔西只好迎战 跟乔富猜想的一样 还没走出几步 乔富就轻松赢下了这场队影 你就自己要去吗 是 随后他一脸骄傲地将结论告诉妻子 乔西没有国际象棋的天赋 而妻子早已看穿了一切 笑容逐渐凝固 为了印证刚才的结论 父亲再次邀请乔西来一举 而且这次不可以放水 必须分出胜负 于是乔西不再手下留情 很快老父亲就感受到了压力 每走一步都要考虑很久 在她思考的时间里 乔西已经到楼上跟妹妹玩起玩具 直到听到父亲叫她才不慌不忙地跑下楼 她似乎早就预判到了父亲会怎么走 毫不犹豫地吃掉了她的棋子 然后转身又跑去楼上 还在得意中的父亲瞬间眉头紧皱 刚才那一步她想了那么久 竟然这么简单就被儿子轻松破解 在妻子面前她实在不肯认输 直到太阳落山还在坚持 乔西甚至跟她下起了盲起 把我的王子移动在前面 好的 你做了吗 是的 我们现在可以出现吗 最后父亲终于看清楚局势 原来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了 现在他终于意识到儿子是个象棋天才 于是第二天便带着乔西来到象棋俱乐部 希望他败入退隐的大师布鲁斯门下 但布鲁斯已经多年不收徒弟 更何况是个乳秀未干的小孩 乔父只好时去地离开 与此同时乔西正在与其他人下着会计 敲打计时器与骆子的声音不绝于耳的传来 连布鲁斯都忍不住望过去 他们互不相让节奏也越来越快 随着乔西的最后一子落下 对手已然明白了局势 而获得胜利的乔西并没有高傲的姿态 还将自己的临时分享给对手 布鲁斯把一切看在眼里 他已认定乔西是个可塑之才 虽然没有拜到师父 但乔西在公园里已经下出了名声 每一盘棋都不乏旁观者 就连布鲁斯也忍不住前来观望 他实在不忍心错过这么好的苗子 于是布鲁斯邀请乔父参观了一场国际象棋比赛 这里汇集了全国有天分的棋手 随便挑出一个都是当地冠军 有人为了参加比赛放弃事业 一年时间进行了两百场比赛 到头来只能赢两千块钱 每个人都想成为报比废舍那样战无不胜的传奇 但在追求胜利的道路中有太多人迷失字 布鲁斯不希望乔西成为这样的人 因为这孩子的年纪还小 他不用去追逐任何人 成为自己才是最可贵的品质 乔父明白眼前的大师跟自己说这些的原因 是他认可了乔西的天赋 就这样布鲁斯成为了乔西的国际象棋导师 第一堂课他们没有聊任何关于象棋的事情 只是玩了一整天策略游戏 乔父虽然不理解这种教学方式 但还是支付了每小时六十块的费用 到了第二堂课 布鲁斯摆出一盘残局 要求乔西在不移动棋子的前提下 四步之内找到破解班 可乔西从没有这样下过棋 盯着看了好久也没头绪 这时布鲁斯一把推开所有棋子 卓越的棋手不会被棋盘上剩余的棋子迷糊 每一部落子都应当在大脑中反复推演 直到发现反败为胜的关键一部起 乔西的大脑飞速运转 突然他想到了应对措施 布鲁斯很欣慰 然后拿出一张空白的国际象棋大师证书 只有达到一定课程积分的人名字才会被写在上面 而刚才乔西破解了他的残局已经累计十分 从这天开始拿到证书成为乔西的目标 除了下棋乔西也经常参加学校里的棒球比赛 这也是布鲁斯最欣赏的一点 因为他看中的就是乔西享受过程的样子 无论是象棋还是棒球 能在棋中找到乐趣才会使技术更加精进 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建议 经过最近的观察 乔西总是提前策动自己的皇后棋 这是典型的街头象棋下法 以牺牲皇后为代价促使对手掉以轻心 在正式比赛中这种战术基本上没太大作用 所以布鲁斯向家长反应 最好禁止乔西再去公园里下棋 可妈妈却表达了反对 一个月后为了验证乔西的学习成果 乔父为他报名了一场青少年象棋巡回赛 因为是第一次参加比赛乔西没有排名 所以想拿到名次 他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攀登 在比赛的后半阶段 主办方将所有旁观的家长关进更衣室 防止他们给孩子传递暗号 经过整整一天的激烈博弈 乔西和另一个男孩迎来了冠军角主 他们被其他参赛者围成一团 返程的火车上乔西抱着奖杯安然睡去 老父亲看着奖杯露出自豪的笑容 这还是乔西的第一个奖杯 从这天起乔父开始带着乔西征战各个巡回比赛 结果毫无悬念都是乔西夺冠 这对父子几乎横扫了青少年比赛 只要他们出现其他家长都会感到绝望 乔西的象棋排名也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攀升到低 家里的橱柜都摆放不下那么多奖杯了 但隔三差五的去外省参加比赛 导致乔西的学业严重落后 甚至跟同学的关系也变得生疏 在一次亲子活动中 老师向乔西的父母提出了反馈 希望他们重视乔西的成长 可此时的乔父在一次次夺冠中已然迷失了自我 他不认为老师说的有道理 甚至反驳道 他比你更加强烈于任何事 我的儿子有一个宝贝 他有一个宝贝 你一旦认识到这个宝贝 那可能我们会有些东西 没过几天他给乔西换了一所私立学校 而且新学校有专门的象棋课 乔西不想看到父亲生气 所以没有表达出任何反对 可突然换了学校 对任何孩子来说都是不适应的 乔西只能跟公园里的黑猿小哥谈心 突然他们发现那边的棋局围满的人 走过去时看到一个跟乔西差不多大的男孩 正在跟耍赖大爷下着快棋 只用几步就将了老爷子三次 围观的人都感叹这是下一个报比费色 他犀利的眼神似乎蔑视着一切对手 连乔西都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第二天男孩和他的师傅来到俱乐部 原来两个师傅曾是老乡时 对方特意过来介绍爱图乔纳森 还拿走了一张入会申请表 但离开时又将申请表扔掉 很明显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乔西也明白他跟乔纳森必有一战 突然出现的劲敌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也第一次产生了退出比赛的想法 晚上他忐忑地告诉父亲 你不想让人家的赤裸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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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父亲的话并没有给他信心 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心理负担 这一次父亲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乔西还是参加了周决赛 比赛开始之前 记者们已经开始热议这次的夺冠热门 场内乔西远远就发现了乔纳森 可他已然不敢直视这个强大的对手 很快比赛开始 还没过几分钟乔西第一个走出来 他意外暴冷输给了排名靠后的对手 连决赛都没有进 乔福怎么也想不到 天才儿子怎么可能只用七步就输掉七局 他站在大雨中反复质问乔西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看到父亲严厉的表情 乔西更是说不出话来 这是他最害怕看到的表情 聪明的孩子比其他人更加敏感 与其打进决赛输给乔纳森 还不如趁早结束来的痛快 经历了这次失败 布鲁斯明令禁止乔西再去公园下棋 因为公园里的那些人只会耍小聪明 他们缺少一种傲视群雄的气势 而乔纳森和暴比废舍都有这种气势 可乔西却说 听到这话布鲁斯哑口无言 他欣慰于乔西一直保持初心 却又希望乔西拥有王者之姿 在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中 乔西只要看到乔纳森在场 便会早早被淘汰出局 久而久之他似乎失去了对象棋的兴趣 每次路过公园时也不再驻足 曾经一起下棋的朋友 也在民企多的五八同城找到了工作 在与布鲁斯上课时 乔西只关心自己还有多少积分才能拿到证书 甚至开始讨价还价 如果不给积分他就不走第一步 布鲁斯明白乔西已经不再喜欢下棋 他喜欢的只不过是一份荣誉 一份能让父母开心的荣誉 乔西这才意识到自己向往的证书 不过是一堆廉价的废纸 晚上夫妻两人大吵一架 乔夫认为布鲁斯的教学方式没有什么问题 乔西现在只是遇到瓶颈 她是因为害怕才输掉比赛 所以需要一点刺激才能越挫越勇 只有母亲知道乔西不是害怕输掉比赛 她害怕的是失去父亲的爱 其实他们的谈话都被乔西听到 看到手中这枚棋子 思绪回到第一次来公园的时候 这是乔西与国际象棋的初次相遇 她不知道这个黑色的东西是什么 直到听见远处传来一阵阵清脆的响声 原来公园里人们正在进行一场紧张刺激的博弈 他们互不相让落子迅速果断 即使天空开始下雨 对局依旧没有停止 雨水交打在棋盘上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乔西被深深震撼 同样忘掉了拍打在脸上的雨点 也正是从这天起乔西那初类拔萃的天赋便开始萌芽 第二天乔父终于想通 他不该在儿子身上强加重担 打开乔西的房门时 那些琳琅满目的奖杯已经被收了起来 而此时的乔西正在研究棋局 乔父说如果不下棋也没有关系 只要乔西开心做什么都可以 而此时乔西也改变了想法 他想赢下比赛 不是为了讨好任何人而是为了自己 看到儿子重新燃起斗志 老父亲把所有奖杯重新摆放回来 然后他们来到公园 久违地跟黑人小哥下了一场快棋 不用在乎任何规矩和战略束缚 这时候的乔西是发自内心的快乐 父亲明白这样的乔西已经找回了状态 于是他们再次携手踏进了全国青少年大赛 在场的孩子们来自全国各地 都是当地最具实力的代表 比赛实行晋级淘汰制 若想赢得冠军则必须七场全胜 乔西又一次看向积分最高的乔纳森 与前几次早早被淘汰不同 他已经做好跟乔纳森一战的心理准备 在这之前他必须一路过关斩将 与此同时乔纳森也感受到了压力 每一次的回头都发现 乔西正在不断晋级 而且离自己只有一步之遥 不出所料 两人将在一天后的决赛圈争夺冠军宝座 开赛前乔西感到紧张 此时布鲁斯找了过来 还没等他开口 乔西率先承认自己赢不了乔纳森 布鲁斯没有说好听的话 他也很坦诚地告诉乔西确实赢不了 不过他这次来并不是为了泼冷水 而是要将自己特制的证书交给乔西 证书上面写着在老师的心中 乔西已经超越大师级别 此证书全世界仅有一份 我从来没有那么厉害 我从来没有那么厉害 我从来自身的教授 我从来自身的教授 我那么害怕 我知道 你会继续吗 你会继续吗 我会继续吗 我会继续吗 很快乔西与乔纳森的最终之战拉开帷幕 他的恩师父母还有知友都在场外观战 乔西率先按下计时器 而本该先手的乔纳森迟迟没有动作 这是他故意浪费自己的时间来扰乱乔西的思路 过了好久他才走出第一步 而他的意图也非常明显 直接深入腹地想要引出乔西的皇后 按照街头象棋的下法 乔西肯定会中计 布鲁斯在后台感到格外紧张 果然乔西触动了皇后 乔纳森内心的窃喜一于眼表 不过乔西的表情也有些耐人寻味 究竟是中了圈套还是将计就计 现在还无从得知 只见两人有来有往 一时间难分高下 随着乔西吃掉乔纳森的小兵 乔纳森反手拿下乔西的皇后 胶着的局势瞬间变得明朗 乔西陷入被动 布鲁斯实在不忍心看到爱图战败 就在他转身时 乔西不慌不忙地发起了进攻 只用了短短三步就率先将了乔纳森一军 措手不及的乔纳森迫于无奈 只能后撤自己的国王 而乔西则顺势用小兵拿下了他的皇后 现在两人又回到了军事 看到失去的皇后 乔纳森的心态似乎有点波动 反观乔西的状态越来越轻松 此时双方都失去了一半棋子 可他们的进攻频率越来越快 直到乔纳森将乔西逼入绝境 节奏又一次慢了下来 乔西接下来的这一步至关重要 如果走不好则会输掉比赛 但绝境中总有逢生之法 唯一制胜之法需要提前看清后面十二步 现场只有布鲁斯看出了其中端倪 他在心中默默祈祷 可对于乔西而言实在太难 盯着看了好久也没找到应对措施 突然他想到了跟布鲁斯的第二堂课 不被棋盘上的棋子所迷惑 每一步都在脑海中反复推演 此时此刻他的眼中没有任何棋子 但仅仅就在一念之间 所有棋子又重新回到棋盘 没错他已经破解了这盘残局 看到艾徒的神情 布鲁斯就知道乔西赢定了 而乔西接下来的举动却出乎意料 他伸出手希望跟乔纳森合举 因为他懂乔纳森也背负着 跟自己曾经一样的使命 所以不想看到乔纳森输掉比赛 母亲自然明白他的善良 可一向傲慢的乔纳森根本不接受合举 最后的十二步两人纷纷站了起来 直到最后两人的小兵都升级成皇后 随着乔西最后一次将军 乔纳森再也无路可退 只能不甘心地推倒自己的国王 比赛结束 最终乔西夺得全国青少年象棋大赛的冠军 乔纳森穿过为乔西欢呼而来的人群 迎接他的或许是严厉的批评与责备 同样是天才少年 乔西是幸运的 身边的人都在用正向的方式 引导他走向成功 虽然父亲曾陷入争强好胜的执念 但也及时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如果把一份天赋当作上天的礼物 这礼物也只是给孩子的 并不是给父母的 所以无论孩子是否有天赋 父母都应该用正确的方式 鼓励孩子做他们喜欢的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乔西维辞经至今仍然热爱下棋 不过他还有很多其他爱好 比如棒球篮球和橄榄球 他曾两次获得太极拳世界锦标赛冠军 还当过作家出版过一本书 在众多领域登峰造极 可谓真正的跨界之王 乔西曾在采访时说过 他擅长的不是太极也不是国际象棋 而是学习的艺术 虽然我们无法达到他的高度 但依然可以从他身上汲取一些能量不是吗 至此共勉 感谢观看